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你怎麼沒戴口罩 什麼 要吃東西 這個一天到晚顧吃 也不怕什麼冠狀病毒 對啦 有的時候想一想 豬腦袋他也沒有錯 因你每天煩惱東煩惱西 也沒什麼用 我就講嘛 如果SARS當年的SARS 最後全球蔓延束手無策 地球滅亡 人類就沒了嘛 那有沒有股票 各位覺得重不重要 不重要 現在也是一樣 冠狀病毒固然是很可怕 對不對 我們大家要盡全力 去防護自己 也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了 各位你還要上班吧 對耶 老船長 沒辦法 你上班要坐捷運吧 是啊 你要戴口罩 那萬一重了怎麼辦 萬一重了也是要接受治療 人生就是如此 但是我們每一次 經歷了一件事情之後 我們要得到一些寶貴的經驗 歷史經驗 好比SARS告訴我們說 最後人類沒有滅亡 股票是在怎麼樣 最低點 房地產在最低點 勇敢的去做買進 都發財了 我那時候也常常跟投資人分享 我說要嗎人類滅亡 要不然就怎麼樣 你選擇發財嘛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當然聽得進去的人 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我不敢講說沒有人聽得進去 搞不好有一兩個 但是我身為分析師 我一定要用專業的角度 或者是說講實話 要跟大家做報告 這是一定的 所以你們真的不要怕 我不是義和團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怎麼樣照樣做你的股票 如果真的人類要滅亡了 那你就認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知道你苟不苟同 那首先我說過了 我的節目很簡單 指數跟股票是分開來的 那指數呢不是我說了算 是王冠指標 智慧操盤系統說了算 不相信我們先從台北股市 加權來看 各位看這一段你有沒有賺到 這一段應該做多應該要賺到 這一段做空要賺到 這一段做多又要賺到 這一段做又要開始做空 老船長你現在是在講天方夜談 這麼厲害 你如果花錢參加投顧 那當然是叫原木求魚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人工智能電腦運算 就是這麼厲害 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昨天半夜就已經翻多了 紅冠指標昨天半夜就出現了 有沒有 開始一路大漲賺翻 好到這個地方喔 到這個地方你居然綠冠指標 會突然出現莫名其妙了 對就在這邊要翻空了 請問一下你有收到call訊 你有一大早或是昨天半夜 你有收到call訊要做多嗎 不可能你的老師還在呼呼大睡嘛 是不是他還沉醉在昨天大跌的這個 這個情境裡面 所以呢這邊他一定叫你做空被嘎死 對不對 到這邊他說那我們來做多好了 結果綠冠指標出現 反而要做空了 摔下來 這邊紅冠指標又出現 拉上去 這邊綠冠指標又出現 你看尾盤有沒有 有壓下來了 好可以說是100分的操作 你認為投顧老師做得到嗎 這幾個call訊有這麼精準的 叫你做動作嗎 不可能的 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分析師 包括我也不可能 但是為什麼人工智能電腦運算可以 因為他不貪婪 他不恐懼 他不騙人 他不用休息 昨天半夜都已經翻多了 看到了沒有 你就算半夜沒有做 你早上一早起來延續做多單就賺翻了 對不對 好 什麼你還沒有安裝王冠操盤系統 那我也沒辦法 你要開名車住豪宅 然後每天在幻想 那我也真的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你 因為你看我節目這麼久 那這個造假就是賠5億8千萬新台幣 所有有安裝的朋友來跟我對 老船長你真的很敢講 對啊我敢講 因為沒有造假 那既然沒有造假的話 你安裝我們的系統 請問你要發財 是不是指日可待 沒有錯吧 好那當然我不勉強你 因為每一個人的命不一樣 有些人的命就不好 看了我的節目呢 還是參加投顧老師 然後做棋子書到怎麼樣 刷存折歸零高 再去工作6年再回來了 他有看我的節目 他也認同啊 就他沒有裝 問他為什麼 不知道 命嘛 對不對 人的命是固定 但運可以改 所以我們講 命運命運 命運 命是固定的 譬如你生在王永慶家 那你的命很好 你就注定生下來就很有錢 那你最後變成敗家子 你的運就不好嘛 也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運是後天 他是可以改的 你生在很窮的家裡 命不好 但是你很努力 結果怎麼樣 你呢 白手起家 各位觀眾認不認同 認同嘛 所以運是掌握在各位觀眾手裡面 你們自己做判斷看我的節目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股票的部分 那我昨天坐在這邊 我講什麼 我說有些股票 他不是不好 他是倒楣 倒楣各位聽得懂吧 他就在武漢有設廠 可能營收比例也不是那麼大 但是人會怕嘛 我說這個市場就會恐懼嘛 對不對 也會貪婪嘛 那你在不對的時間 買到對的股票 就好的股票 我們叫對的股票 沒有用 就兩個人相愛 對不對 在不對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 你們沒有緣分在一起 對不對 或是在怎麼樣 對的時間 你又遇到不對的人 那叫遇人不俗 感情跟股票其實是一樣 大家想一想 人生就是股票 股票就是人生嘛 是不是 那老船長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啦 當你看透了 我跟你講的這一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老船長昨天坐在這邊 講的沒有錯啊 我說這些股票 很好啊 但是呢 你千千萬萬要設停損 如果有反彈 我昨天是不是講 如果有反彈 沒有包反彈的 那股票不是我叫你們買的 我說如果有反彈最好 你們有反彈 你們也是要怎麼樣 站在賣方 為了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很大的頭啊 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講 老船長你的確這樣說 可是我們不相信 好沒關係啦 你不相信你繼續 繼續再看嘛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講 我們看日線 昨天老船長是不是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頭 沒有錯吧 這個頭套了千千萬萬張啊 啊 誰來把它拉上去給你們解套 沒有這種人 沒有這種人除非是外星人 對不對 這是好股票吧 好啊 蘋果概念股怎麼會不好呢 但是套了這麼多的人 這個頭部成立之後 我說如果有反彈最好 你也要站在賣方 結果呢 沒有什麼談嘛 早上怎麼樣 啾的戲啊 那明天再跌怎麼辦呢 老船長明天大盤還會反彈 誰規定的 憲法有規定嗎 明天禮拜六放假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當然就只下禮拜一 不要挑我的語病 OK 對不對 你不要老是往好處想嘛 來到股票市場 你要先往壞處去想 你要把風險都想完了 你有風險意識了 你再來做股票 你們當年去證券開戶有沒有 你去營業員那邊開戶 他是不是叫你填什麼風險預告書什麼 有沒有填過這種東西 就是希望你有風險意識嘛 那像星星這種股票之外 還有什麼股票 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講的啊 滑邦店啊 老船長你昨天真的有講滑邦店 我說光看這個頭就夠大了 我今天再告訴你啊 如果你要看這個頭那不得了 我們看這個就夠了 對不對 這個398億快400億的公司啊 誰 哪個外星人拉起來給你們解套 所以有反彈最好 如果有反彈的話 那沒有了 沒有你也要設停損 我有沒有講 早上開小高又有人跑去買 又套 那星星跟滑邦店都是大股票 對不對 那有一種叫做小股票 這一支啊 雙紅 它雖然是小股票 可是啊 注意喔 我把它看成8.5億也可以 我也可以把它看成85億 然後股價16塊也可以 它是100多嘛 一百六十幾 你也可以看成16塊85億的股本 你聽得懂嗎 稍微有點專業知識 就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那不管怎麼樣 這是不是一個大頭 如果有反彈最好 而且也要站在賣方 不然你要設停損 我昨天講了一個最大原因 我說這三檔股票都有融資啊 融資一定殺到建股啊 一定殺到斷頭啊 所以你看有些股票今天沒有跌囉 開始漲囉 可是有沒有這三檔的份 你了解嗎 我不是要看衰小朋友這三檔 是說我是舊事潤事 這三檔也冤枉啊 大人我從來沒叫你們買啊 你聽得懂嗎 那誰叫你們買的 你也不用指望他了 那現在重點就來了 老船長你已經講了 那我們也 就像你說的啊 你講我們就不聽不聽不聽嘛 好啦今天 終於相信你了啦 那該怎麼辦 我當然有方法來幫你嘛 不然我今天講那麼多幹嘛 我昨天第一天大跌 你會說因為大盤跌 今天呢 今天大盤長他愛跌 你就要小心了對不對 我告訴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幫你解套 你相不相信 如果你信我的話 下半段節目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我告訴各位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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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我愛你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顾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老船长在这个业界 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分析师了 我的节目我常讲 我说谎我下十九成地域不得好使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每一集都一样 我这些内容造假就是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十几年来我说过有人跟我一样比照 敢像我这样子揪着自己死 我立刻退出投顾业 没有人敢 所以你们看我节目你可以很放心 你不一定要参加我的会员 真的 但是你可以相信我 但是你可以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当猪脑袋耍 好不好 好 那这些股票 这三档股票 只是我举例 跟他们一样的 足繁不及被载太多了 那你看每一档都跌几成了 四成五成了 双红啦 华邦店啦 这不得了啊 星星啦 这个都好几层啦 老船长 你说要帮我们 你怎么帮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股票在狂跌的时候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我带我的会员买在还没涨的时候 我们就全部中压了 我的会员正在看我的节目哦 注意哦 我可以说谎吗 然后呢喷翻了 因为这次病毒关系 过年开红盘 对不对 它跟着大家一起跌 我说过没有关系嘛 但是今天你在卖 我就说过了 我昨天在节目上 我就说过 这一支股票它会休息 但是你如果乱卖的话 你的筹码会被市场派收走 我看股票 看了几十年了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看 这支股票有人在收啊 后面一定有天大的利多 但是我的 我也不认识公司派 谁我都不认识 但是我知道产品 智慧白板的厉害 后面大家可以走着瞧 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 再重新再把 我过去这段时间来 从2019年底开始 讲这个智慧白板的内容 我没有时间讲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从产品下手 我不认识任何人 但是这种手法一看就知道 它现在就是要收筹码了 在这边它应该是做一个横向整理 然后后面要大喷的时候 应该就是智慧白板 开始大卖的时候 这是我的判断 对不对我不知道 但是这边已经对翻了 看到没有 你同一时间你参加别的老师 你买什么新兴啊 滑邦店啊 对不对 双红的时候 我们赚了七根停板 回了一根又怎么样 各位观众 昨天回一根又怎么样 今天又开始涨 涨不多没关系 有的人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乱卖我没有办法 我讲你要吗 就办手续跟着我做 当我的会员 那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我还好心告诉你 你筹码不要被收走 今天又被收走 市场上大概零码 大概被收光了 大概被收光了 后面我认为一定会怎么样 你会看到很多事情 让你目瞪口呆 好不好 那这个已经涨了六七根停板了 对不对 你们没有赚到就算了 因为没参加我的会员 全市场你参加谁都没有用 你只有参加我 才赚得到六七根停板 只有我 Only me 你不相信 你参加任何一家都没有用 任何一个老师都没有用 他们都带你买了一堆股票 你就套死 对不对 只有我全部灌这一支 赚翻了 我在节目上是常说 猪脑袋 翻过来 我要让我的会员 赚到翻过来 有没有 有 来 再给你补看一下 这一档 这一档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 2020最标的黑马股之一 我们叫它小立光 你把它记住就对了 2020年目前最标就是它了 那现在重点来了 你既没有买到这一支 对不对 你的股票又输死四五成 我说要怎么帮你 难道叫你去抬轿吗 或是追民望科吗 那不合逻辑 对不对 老船长你还有点良心 而且你真的没有把我们当猪脑袋 我们也不是那么好骗的 虽然我们已经被外面很多头骨老师骗过了 好 OK 相信我的诚意 来 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你不要问为什么 你也不要问哪一支 反正 反正 我很有诚意 要把你从深渊救出来 至于你相不相信我 你看了我节目这么多年了 然后呢 我跟你们说的事情 在民望科还没有涨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讲了 你们也都不相信 对不对 结果呢 从2019年到2020年 什么仇都报了 才刚刚开始 现在准备才要迈入二月而已 这个 这个我叫它小立光 民望科我叫它小立光 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知道你们 现在很痛苦 你的股票 你的老师已经不理你 都每一支都输到翻过来了 你剩下人生的最后一桶金的 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 你应该把你这些烂股票都卖光 也不能讲烂股票 也都是好股票 但买错时间 好不好 我们把话说回来 不是烂股票 是好股票 对不对 但是买错时间了 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 情绪不好 就说这股票很烂 其实不是真的股票烂 是自己买的时间不对 好 那你把这些股票都处理掉 然后再加上你手上 还有最后的一些现金 你把它加总起来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呢 看清楚啊 然后你可能就会发现 这一支股票 这一支股票开始狂飙大涨 然后你如果没有听我的这么做 对不对 你还是报了原来这些股票 结果呢 多杀多 融资杀到断头 杀到建股 你的房子要被查封 如果你是用融资买的话 营业员会跟你讲 要跟你追缴 你没有钱缴 对不对 你耍赖也没关系 天涯海角 海角他会找到你 当然营业员他先帮你赔啊 我记得法令是这样的 营业员你去找客户来 这客户是你找来的啊 对不对 你要跟客户追啊 客户如果不还钱 公司可能就找你算账啊 就是这样子嘛 营业员也很倒霉 赚不到钱啊 还会这样 那我怎么知道 我以前是超级营业员啊 开什么玩笑 所以你看老船长做什么 就像什么 我做营业员就是超级营业员 我做分析师就做到怎么样 一线分析师啊 就这么简单 我的一线不是靠说谎 不是靠骗人的 这更是难人可贵 我就很真诚的 对不对 你们看我讲明望科 有哪一天说谎 是不是讲在这边 还没长我是不是就先讲了 对不对 那你们说我神经病嘛 我说小立光小立光 你们说我神经病嘛 对啊 但有些事情在荧光幕上 是不能讲的 这个大家多见谅 但我无非就是想帮助你 我没有别的心 我不是想害你 你不要问那么多 你也不要想害我 大家彼此不要互害 对不对 你也可以看别台 你也可以参加别人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要相信老船长 我没有害你的心 我希望你发财 因为讲难听一点 你是我的衣食父母 你发财 我没有坏处嘛 对不对 你参加会员 我也有一些好处嘛 当然老船长到这个境界 到这个逆回 我已经不用靠收会员了 我是可以退休的人了 所以我可以做起来更轻松 那现在呢 这个有这个冠状病毒啊 然后这个大家生活压力很大 你又输了这么多钱 当你很烦恼很烦恼的时候 你今天看到这一集 可能是老天爷啊 帮你关了一扇门 就帮你开一扇窗 让你看到此时此刻 老船长的这一集 然后看到这一段话 结果你进了宝山 路宝山空手而归 各位观众你觉得值得吗 那老船长怎么样才不会空手而归 当然不要空手而归 你的电话就在你旁边 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啊 命运啊 我刚刚讲命是天生的 运是可以改的 你拿电话 你的运就会开始改 当然如果我是诈骗 对不对 我是混蛋什么之类的话 过去记录都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你不要拿电话最好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铁证如山嘛 我这边是不是写这三个字 是嘛 我是写没有错嘛 是不是铁证如山 对 我不要叫你来追六七支掌停板 合理嘛 我还告诉你 你已经有的也不要乱卖 不然到时候 你以为说我已经 觉得这个掌完了 没有啊 后面要标更凶哦 我先讲哦 它叫小立光哦 但是你不能够让 现在观众都没有买这一支的 然后怎么样 还跟他讲 还是再来买这一支台轿 那心态不对 对不对 要买就要买刚刚开始 而且我认为后面会狂飙大涨的 我也叫他小立光 我们叫他小立光二号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吼 好来 你家里面如果没有电话的 就麻烦你走到外面去打公用电话 总之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这三天 尤其是今天 你一定要赶快打电话进来 否则完了 我就请你不要再打电话进来 人生有时候一个机会一旦错过 就像这个机会你错过了 一来一往 你买的股票跌四五成 我们买的股票赚六七支涨停板 你看看差多少 我敢跟神明酒屋咬咬的这种你不参加 你是参加那些阿里不打的 阿砂布鲁每天骗每天大赚的 我劝了十几年你看还有很多人上当 我有什么办法好不好 冠状病毒来老船长最大的诚意 我用这一次来帮你 电话瞬间会大爆线 一定大爆线 因為國內現在只有我做得到這件事情 沒有分析師敢先示範給你看 或者是他能夠做得到只有我 整個檯面只有我 所以你準備好了嗎 好好想一想電話就在旁邊 現在開始撥打一定抱歉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